最后信众们跟随海涛法师的脚步 来到中严的谈诚前做大会相 借着殊胜的法源 愿一切有情众生在佛法的加倍下 增长菩提心 早日修得佛果 原成无上菩提 生命电视新北市采访报道 Zither Harp 幸福播剧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饶了我吧 鱼上钩啦 小九啊 这替粗鞠的客官给我招待好了啊 好嘞 三位小少爷里边请 士君你先请 这 施轩 今天是你我相识百天之日 但咱俩还没拜过把兄弟啊 好主意云轩 咱们清头一合感情甚度 今晚就是你我三人一节金兰之夜 好主意好主意 上面还有云轩特意做的牌匾 桃圆三亿 好名字 今晚九集我全报了 有难同当 有福同享 不醉无归 桃圆三亿 好兄弟 银轩胖子 好兄弟 来 兄弟们 喝啊 兄弟们喝酒 桃圆三 放肆 成何体统 你看看你的样子 小小年纪 野性难寻 仙父仙母教导过什么 年方少无饮酒 饮酒醉最为仇 你看看你 你对得起仙父仙母吗 大哥 你的教训我都能背下来 长兄如父 父母不在了 教导你是大哥的责任 你比大哥二哥小十几岁 二十岁 年纪太轻 我费尽心思 以身作则 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成长环境 可你太辜负大哥的一片苦心了 朝起早 夜眠迟 老一智 西此时 可你从来都是不学无术 游手好闲 斗闹长 绝无尽 你偏偏把时间都耗在那 花天酒地的谐音之地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尽百事坏 早晚你会被胡鹏狗油带入歧途的 如此不可教议 休目不可雕鱼 大哥 我先背三弟回房 这样恐怕他会着凉的 怕凉给他披上衣服 总之今晚不回过不许睡觉 真是吕叫不该 大哥 我怎么还在这儿啊 你以为呢 你不回过 你的人生永远都会在原地打转 大哥 你想怎么样啊 不是我想怎样 是你自己想怎样对待你自己 难道你非要逼我 在祖宗祠堂里执行家法 把你赶出家门吗 你可以不听大哥的劝告 大哥毕竟只是和你同辈 但列祖列宗的话难道你也不听吗 誓死者如誓生 父母生前的期许和教诲 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咱们陈家历代忠孝联名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难道你想把陈家败掉吗 三弟三弟三弟 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 好 我今天就走 再也不回来了 三弟三弟三弟 三弟 你不要走啊 我没有心思要跟三弟走啊 没有啊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无父母时方知 世间最难得这弟兄 有弟兄时不绝 大哥 派去寻的人说 三弟他们并未走远 会随时来报洞相 放心吧 大哥 为三弟的事心力交瘁 只是三弟年幼无法体会 令大哥的爱护 成为徒伤兄弟感情的无益之师 兄弟我想 我有责任替大哥分忧解仇 三弟回家以后 我来帮大哥规劝他怎么样 大哥 你看好吗 以利教者礼尽而教书 唉 来报的人说 三弟并未出城 如若去拉他回来 势必会适得其反 只能等啊 欲聚明觉最三仙 今晚隆重登台献议 哇 那可是千彩难逢的大场面 那是明觉一出场就是天价 咱们啊还是 这算什么 还难得到咱小爷 买贵宾席三张 好嘞 贵宾席三张 不知他身上还有多少钱 都是一些孩子 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 唉 大小爷没出过圆门 让人骗了可如何是好啊 二弟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在这儿 大哥 唉 这个三弟啊 世勋 感谢你信任我们两兄弟 肯和我们两个穷小子同甘共苦 共闯江湖 云玄你太客气了 还是我们的兄弟情深呢 今日就庆祝我们桃园三役 正式起征吧 好 我特意定了镇山之宝 我们三人秦义 也必将像他一样 永续千年 请 请 千年 那是什么镇山之宝 唯有千年人参 人参和高山相互一存 有着洞穿千年的秦义啊 没想到第一天钱就全花光了 不过为了千年人参 千年情义也值了 他果然回家去拿钱了 嗯 那我们以后还是都跟着 以防他脱钩 二哥 三弟 是三弟吗 三弟 你可回来了 天冷 披上衣服 二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大哥担心你让我 大哥 三弟 二哥 我想睡了 三弟 二哥想问你饿不饿 我给你准备了夜宵 你房间的炭这几天都烧着呢 没断 哎 什么意思嘛 大冷天黑灯下火的专门等我 肯定是一个半红脸一个半白脸 总是针对我 哼 打一巴掌揉三揉 您有的私房钱了 哎 没关系 我俩都是孤儿 有劳师兄少爷多日照顾 已经很感激了 是啊是啊 狗不咸佳贫 真是好兄弟 对了 咱们老在这家酒家也腻了 是该到别的地方闯荡一番了 咱们当初不是说要闯荡江湖的吗 这怎么行 师兄 以咱们现在的钱根本就不现实 所以最近 咱们要节省 想办法攒租银量再走如何 走 好 我赞成 我建议 咱们把钱分成三份 每人一份 一份一份的花 这样花得慢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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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惭愧啊 我得想个办法再弄点钱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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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轩 他二哥怎么老站在门口打灯了我 嗯 三弟 三弟 二哥 我 我好难受 三弟 你是不是病了 哥这就给你请大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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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不乱跑了 林达一叫我就回来 三弟 你别着急 哥这就给你请大夫去 嗯 三弟 你好好休息 嗯 好的哥 你也快去睡吧 真的 嗯 哥这 哥在旁边陪着你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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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嗯 嗯 才这么点儿钱 还首付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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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难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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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不慢跑了 琳达一叫我就回来了 nochmal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弟 好些了吗 二哥 我更难受了 适当地活动和能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去吧 看来二哥昨夜一定知道我要偷银贵的钥匙 真丢脸 这钱 我还是省着点花吧 小九 一共赚了陈家那小子多少钱呢 回老板娘总供这个数 这俩小子听得干的吗 是是是 谢谢九二爷 谢谢九二爷 允轩胖子他们怎么会 不好 是是许讯 这么大的财神爷都给我得罪了 还不快给我追回来 是是 哎呀 咱们偷江暴民 三弟肯定带伞呀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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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对 就请你看在我俩都无依无亢 总要生存 够了 天下可怜的人不知你们俩 难道这就是可以坑洞拐骗的理由吗 我们是兄弟啊 我一直把你们当亲兄弟看 可你们 你们最先要考虑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 缺钱我全都给你们 我心甘情愿 可是你们 不能这样欺骗我 毕竟兄弟一场 以后 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是 我 二哥 我错了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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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大哥 我没连接你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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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都强了钱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钱没了 兄弟没了 家没了 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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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灵道你不能动 我 那是 你强了 你强了 我 你强了 你强了 好啊 王哥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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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给二哥开开门 三弟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 没事回家了就没事了 给二哥开门 二哥 我 我没连见你 傻孩子 咱们是亲兄弟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今后再也不闲逛 乱交朋友了 三弟 你浑身都临透了 先别说这些了 你会动坏的 二哥 你不要老这样 你能不能不要老对我这么好 三弟 三弟啊 你是我的亲弟弟 你不起来 哥也陪着你 二哥 你打我骂我吧 就像大哥一样 我会好受点 三弟 三弟回来了 大哥 三弟 大哥 三弟 三弟 你这小子 你跑到哪儿去了 你要鸡死大哥了 大哥 我错了 你打我吧 他们都是骗子 送用我利用我 把我的钱全都骗走了 三弟 过去都不要险了 只要你平安回来 你得先回家就好了 大哥二哥 我现在明白了 我们才是亲兄弟 一辈子的亲兄弟 三弟真的回来了 二哥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大哥 二弟 是你把他等回来的 大哥 你受控吧 好三弟 终于回来了 四兄弟 对不起 你和你的哥哥是我懂得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 我们不该再打扰你 我们走了 再见 云轩胖子 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 希望你们能改学归正 浪子回头金不换 从此 三弟在两位哥哥的教导下 认真学习 发愤图强 成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目 孝在众 兄弟兼有了矛盾 言辞切勿伤情 誓恩夜代 以宽容制成感化兄弟 为我们这同气莲芝的珍贵缘分 撑起了一把呵护的伞 祝福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 包括我们台湾 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 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乃至自杀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 贪心 称心 所造的恶业 特别是杀身的恶业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 不叫讲元气法都有关系 所以希望各位最近 多吃素 不要吃荣 多念佛 以慈悲心去做各种的修行 多放生 多施施超度 来回向整个世界 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 阿弥陀佛 慈悲仁爱 能成就一切慎行得业 解杀吃素 能化解世间刀兵几亿 中华护生协会 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 周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台北中心举办八冠栽解 恭送药师金 普门品 点灯 护生 药供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 1月29号星期一 上午8点半 地点台北中心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26向5号 联络电话02-2522-4049 02-2522-4049 访会被有消灾 超键排位供大众填写 欢迎大德带素食贡品 上贡下施 捷运南京松江站3号出口 右转直走 约500公尺即可到达 生命电视南投草屯中心举办公送药师金 现实供 点灯 供水 蔬食饗宴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领众 日期 2月3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2点 恭送地藏经 地点 万灵祠 地址南投市东明路601向11号 联络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欢迎大德自备鲜花 水果 素食五段普食品 与法会前自行摆放好 法会结束后 亦可带回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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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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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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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此處講到歸一三寶,三寶的寶是什麼意思呢?是極為稀罕,極為殊聖的意思 怎麼樣理解極為殊聖、稀罕?它有幾個層面,比方說佛出世難,佛說法難 正法住世難,還有歸一入佛門難,這種種的難都顯示了三寶的殊聖的道理 從外在的意義來說,歸一三寶,尋求佛法身三寶的救護,這些道理我們基本上能夠懂 這個就是內在三寶,我們所需要掌握的歸一三寶的道理,主要是內在三寶的意涵 主要是為了透過內在三寶的真實意義,來使我們擺脫我直的束縛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我直的話,就必定要在輪迴當中持續的感苦 就沒辦法得到真正的救護,所以呢,有一句話講到 修持不是重點,懂得修持的方法才是重點,歸一三寶也是這個道理的 要真正的從內在三寶的意義去理解歸一才是它的真意 我們現在的同學,我們會在三寶後才開始做出了一個戰爭的 我們只能做出了一個戰爭的情況,我們會在三寶的前面 我們會在三寶,我們會在三寶,要三寶,要三寶,要四寶 你會在三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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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寶 你會在三寶,要三寶,要四寶,要三寶 乳酪的,乳酪的乳酪的乳酪过来,乳酪的乳酪在我们这些航吃过来的乳酪 乳酪就我一种吃了 但是不过来到我们的乳酪的乳酪 在我们 Zwe也是那种乳酪的乳酪 乳酪到一个乳酪的乳酪 也到人家在这儿的东西 水煮夸的三宿有没有 这就不可能 这就有没有结果的 没有人家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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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难忍受所有恶道苦 佛陀说是恶业之果报 事故性命及时临危难 亦不造恶乃是佛自行 刚刚提到了修行当中 比修行更重要的就是懂得修行的方法 什么叫做懂得修行的方法呢 比方说信受业力因果的规律 比方说了解乐因跟苦因的取舍 什么叫做乐因 对众生的慈爱是造就快乐之因 什么是苦因呢 执着自我的自我中心 它会带来烦恼 它就是苦因 这样子的烦恼自相展现于外 于外相上就会有 像三恶道的痛苦相 比方说 地狱道 比方说旁生友情 这些动物他们的身躯 就是由烦恼自相所成的 外在的苦都是可以直接见到的 这些众生 比方说动物道的友情 他们所受的痛苦是我们限量可见的 直接可以看得到烦恼如何展现于外的自相 那有些痛苦是我们暂时可以以外源来救济的 比方说像有些人会喊头痛啊 那就需要 或者身体不适 就可以透过医疗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不过像三恶道众生的苦 他们也是来自于烦恼 但是极其沉重的缘故 所以像是地狱道有情 恶鬼道有情 或者是旁生道有情 即便我们再怎么样的去救济他的痛苦 仍然是没办法遣除他正在受的痛苦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要回归到苦因上面来 这个苦因就是烦恼 我们所要摧拂的 所要解决的 实际上就是烦恼 所以至尊密勒日报尊者才说 他从来不畏惧任何的鬼神 但是他畏惧烦恼心 这个道理 跟这边所讲的即使 遇到灵命关头时 也不要造恶 道理是一致的 师父在说 早期十八月月头去见 就不去见 人们就台北广泛 就懂得以外 这些来的原因是 师父在说 十五三十六十年里 那么在北广泛 那是三十七十年里 在哪里 這就是一部分就是講尾上當時的布但是有一個沙漢的 那時候我們要講反問 那時候我們會講的東西 對我們有一個風格的發展 就像我們一樣的各種風格 我們很少也會發展 我們也都會說 讓我們看我們看我們 我們還在想 它是草苟草的和过程,而是草苟草草肉汁 在过程中,草苟草有在草苟和水面的草苟洋 在草苟草肉汁小吃了它的草苟草 或蛻草肉草的草莓 或草苟草草的草 也是很高的 就算是 有些人 那些人 都议到 那些人 都议到 就议到 那些人 都议到 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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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罗 teach 教学 教修教博教博教 教教师 教教啊 那是哈江聪聪聪的 读酵的读酵的读酵 读酵的读酵的读酵 读酵的读酵 读酵的读酵 但是这些读酵的读酵 十二夜 三界快樂猶如草頭鹿 彼是岔挪壞滅之有法 永恆不變殊勝解脫果 努力追求乃是佛之心 这边的三界 他的原文是三有 当然也是与三界相通的 所谓的三有指的是 地下地上跟空中的事件 也就是整个事件 他比方说以空中的事件来讲 就包括了无色界的天道在内的环境 所谓的三有的有是存在的意思 是怎么个存在呢 是依于我直而存在的 只要有了我直 就会贪恋自我 对于与自我相对的他者产生排斥心 这样子的贪恋跟排斥心 就构筑了生命 有些人会怀疑 很多不可见的生命是不存在的 比方说争辩地狱道是否存在的问题 有些科学家他们主张眼见为凭 但是所谓的眼见为凭 科学家所讲的科学逻辑 实际上是基于智慧的道理在说的 而佛陀以他的智慧召见了业力因果 所以说不管是地上地下皆有友情 地狱道也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 只要越追寻着 崇尚智慧的这条道路 科学发展越能够崇尚智慧的话 他们所得出的结论 应该会更接近佛陀所讲的这些道理 他们也会真正确定 即使是不可以肉眼观察见到的这些事件 仍然是存在 这也是能够以智慧而得出结论的 那么在了解这些道理之后 我们就应该深信业力因果 深信痛苦是有其成因的 而整个轮回是充满了痛苦的自信的 比方说当我们认识 我们认为某些事物是快乐的时候 它的快乐是如此的短暂 因此很快就会因为无常性的关系 转变成为痛苦 所以人生总是痛苦居多 充满了痛苦性的 就像是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 希望能够换取生活所需 这当中也有很多的劳苦 这些劳苦都是不离痛苦的范畴的 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痛苦 贫穷者有贫穷的痛苦 所有众生都因为事物是无常的缘故 所以即便有暂时的安乐 最终也会感受痛苦 而不能够脱出痛苦的范离 如果你要真的从痛苦当中解脱的话 就像这边第三句所讲的 永恒不变殊胜解脱果 希望希求解脱 从世间轮回当中解脱 对于轮回没有任何的畏惧 对于痛苦没有恐惧心的话 就必须要从信受业力因果 知道如何构筑快乐之因 如何避免摆脱痛苦之因去下手 如果真正懂得这一点的话 才有可能摧拭我之 乃至最终的从我之而产生的痛苦当中 获得解脱 所以应该要追求永恒不变的痛苦 永恒不变的殊胜解脱果 就是佛自信 这第一段的故事是 因为我们在启用尊胜的中心 人生所获得的 被唐人世清聆都孝 我們有必定要在лы祖 своих 摘уда之類的 給付費 福壁 進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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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到商品 要進入商品 所以在屯额翻讀那么庆求 撒得上年十月的 他是他阿曼的 你不懂我自然而言 好人 也是在海底 在海底是 海底有的海底 海底有的海底有的海底 那如果由海底可以去海底 そして海底是想在海底 海底有的海底有的海底 成功在را面的上通 上有人向判斥 要著感受什麼 信用不值得 但是他們的受估 根源只有學都 supports 在一起,我一直都一直都在看 阿黃 我一直都要想,哪有時再去哪有 就再去哪有 我已經是故意 說 不之前,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我相信是,我們也通常都已經煩柔了 我自然都不做了 我以为全部 我 creating 那我让你在的 在这里 你导致在中几毛做的 你们却能不能рах 您们却能不能oz行 你会让中国人 去 无始以来对我怜爱者 诸母若苦 而我怎能乐 因此未度无边有情众 发菩提心乃是佛字心 这一段他归纳主要是谈 此心跟悲心的重要性 从这个祭诵开始 往下讲都是属于大圣发心 在这个祭诵之前的教法都是 从自立出发 成就自身的安乐的小圣的道次第 之后的都是大圣法了 大圣法讲的这个解脱 是立即于从自我意识当中解脱的 我们要如何让自己解脱呢 就必须要从我执当中释放出来 如果不能够从自我执着 自我中心当中解脱出来的话 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脱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认识到 真正的大圣心是谋求自他二利的解脱 那这样子的大圣心是立即于 此心跟悲心之上的 如何有此心跟悲心呢 此心跟悲心的功德来自于母亲 就像是很多人喜欢善知识 重视上师善知识 为什么他们会重视上师善知识呢 这个善知识这个词 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个是无上 一个是如同母亲一般 怎么解释呢 无上的意思是因为 善知识们他们总是在意念有情众生 总是心里面所思所想的 都是有情众生 这样的无量的心态称为无上 再来呢 犹如母亲一般的意思是 善知识们他们对于一切有情众生 具有慈爱心 就像是母亲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 所有的众生他们都懂得关爱自己的子女 不仅仅是人道众生如此 动物道的众生乃至小虫也是这个样子的 他的母亲都会去照顾自己的下一代 那所以我们晓得慈爱心其实他的来源是母亲 那在生生世世当中 我们的母亲是无量的 无始以来至今生生世世 我们有着无量的母亲 所以我们应该普遍的关爱这一切 多达无数的母亲他们的安乐 如果我们弃他们不顾 不去慈爱他们的话 是非常丢脸非常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的 那么我们该晓得在慈爱的另外一个面向 另外与他相对的面向就是我执心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是很难摧毁的 只有透过慈爱心才能够把自我中心的我执给毁掉 外在的世界 身外物乃至于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会毁坏 都可以被摧毁 比方说以强制力公权力的力量 可以摧毁我们自己的身体 可是心里面的我执 则无法用任何的外力加以破坏 能够破坏我执的 只有透过爱才能够把它给破坏掉 我们讲说菩提心或者是究竟的菩提果 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菩提它分为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个是亲近 另外一个是精通 精通什么呢 精通利他心 精通慈爱心 如果有利他心跟慈爱心的话 就能够进化我执 完全进化我执 完全善巧于利他心的状态 就是究竟的菩提 所以我们常常说 等虚空的一切慈母有情 在三世道或者是三圣的次第当中 总是会谈到这个概念 与这个概念息息相关 原因就是因为慈爱是它的根本 能够在这些中团里面的 在这些人说 是公众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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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是在那里面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讲解 是公众参加的 为了这些人的 即将是辽子中心的 辽子中心的 辽子中心的 这些人是敬礼 在中国冠军中,在一起,在我们的社会平台和推广 在我们的社会议议会提出作出特种哈人的语言 Quindi我就這樣想做著 然後他人又想做著 然後他人去做過 他人在做過的 我就想賠了 他人在做一些 他人在做過的 打的路面掌描像的 打的盲頭是所有的東西 打的髒子 截竹在新的 打的 打的 因為他在哪裡,你不在音頻的路過,你寫法美軍 他在,你不音頻的路過,你不在音頻的路過 無於痛苦源於自樂欲,圓滿諸佛,但於利他心 事故己樂他苦惡者間,如實交換乃是佛自行 前面提到了我執是痛苦的根源 那我執會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我執會產生生命的形態 由於有自我的概念,所以我們會造就了自己的身體 由於造就了身體就會開始跟其他的眾生有互動 比方說如果由我執而投生於動物界的話 在動物界的眾生總是互相殘殺的 這個互相殘殺是身不由己的 因為他們本能的感受到飢餓 飢餓的時候就是需要以其他動物為食 所以互相殘殺等於成了動物界他們的自然規律 就像是本來一個心事 他要投生的時候,如果他投生在像是蜘蛛這樣子 在特定範圍當中捕獵的小蟲的話 那他就在這個範圍當中 進行自己的身體 進行自己的生命 然後如果有心事 因為貪戀這個身體 而進入到 進入到小蟲的身體當中的話 他就在這裡面孕育 逐漸的成長 然後乃至於他以他的母親的身體作為養分 而逐漸的成長成為一個 就是在同樣的生命形態之下 進行生命周期的小蟲 那他的生命是如何造就的呢 他的生命也是以他的自我中心 以他的我執 我執心而投生於這個旁生道 投生為一個小蟲的生命的 這都是跟葉分不開的 由於過去葉歷的促使 他現在感受到如此的葉的展現 而這個葉它的根本的問題來自於自我中心 來自於我執 自我中心會造成很多的衝突 比方說個人跟個人的衝突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糾紛 其實沒有一件事情 是跟我執完全無關的 那怎麼樣才能夠消融我執呢 我們必須要確信認知到 利他心才能夠真正的對峙我執 直往哪裡始終到這裡 對峙我執懶時 自我招在這兒的第一步 到這裡有一點 到這裡有些甚麼 我ría有一些人的孩子 为了 route 我们只有一些人都在家书上 如果有去 给土书了 一切都不出国 我终于有一些人出国 都在创造的工作 这些人都懂得调を 做这个问题 但是,有些人 想到地方去的保障 但是 孩子在旁边的范围上 如果有和外科 但这都是 甚至有هم 调是 oral人 不肯定的富贵 应该都在 2002年 应该是在调像中 违背什么 也就在调像中 违背了 这些都是个涉及的约水 我们在调像中 连与 垃圾 在这一个人在艺术木调 sud吗 代表我之后 在柑林江科学生他 在柑林江科学生 在柑林江科学生 一时撇到柑林江科学生 一时的柑林江科学生 我在柑林江科学生 演出的柑林江科学生 是在柑林江科学生 在柑林江科学生 在柑林江科学生 不知是有的在家中 订了这些 financials的要求 有的老师在家中学校讲的 而这些人的话我们也在在家中学校 只是在家中学校的学校 在家中学校的学校学校 也在家中学校 学校的学校 在家中学校的学校中学校 学校和学校的学校 所以穆斯兰媒体,他在生物大心结果, 多那大心,要不要做当的事呢, 他做嘛就是。 第三句提到了, 世故极乐他谷二者间如